第三百一十五集,魏无羡躺在沙滩上,手里抓着一瓶酒,面对着大海,一口一口地喝着,她的眼睛里是红红的血丝,里面,盈盈欲滴的,不知道是泪还是酒。 魏无羡离开蓝望鸡确实因为冲动,如果不是冲动,她绝对舍不得离开蓝望鸡。 她舍不得离开蓝望鸡,但她接受不了自己和蓝望鸡,变成了两代人的事实,她接受不了自己像是蓝望鸡的长辈那样的落差。 当她看到蓝望鸡依旧光洁如玉的脸庞,和自己一起皱纹的双眼,还有头上的心形白发,她的心瞬间碎了一地,为什么命运总是这样残酷地对待她? 蓝望鸡躺了十六年,她无怨无悔地照顾着她,但为什么要让她们成为两代人? 想当初,她可是个人借人爱花借花开的美男子,怎么现在就变成? 虽然现在还是很帅,但为的完全是不一样的。 虽然,时间没错,已经是过了十六年,她是应该老了。 可是,为什么蓝望鸡青春依旧,一点都没有变老的痕迹? 两个人在一起,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两个人,或者说,回不到从前了。 魏无羡觉得口中的酒特别的辣,辣得直冲鼻腔直灌脑门,本不该如此的。 那可是陈年佳酿,不是二锅头,将小白怎么这样枪猴? 自从来到蔚蓝海岸,魏无羡都没有去照过镜子。 她怕看到镜子里的自己,她每天喝着酒吹着笛子,把相思碾碎, 让痛楚到达顶点,最终成为麻木。 一大口的酒又落入了魏无羡的喉咙,燃烧着她的心脏,而眼前的景色越来越模糊。 仿佛有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她的面前,跟她说, 魏英,跟我回家。 蓝湛,我正喝着酒呢,喝酒痛快,你懂吗? 你又不会喝酒,不懂得这种痛快。 我要好好地喝酒,你走开,魏无羡挥了挥手,想赶走眼前的蓝望鸡。 然而,她的手疯狂地一扫,却只是抓住了一掌的冷雾。 蓝湛,你走吧,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魏英了。 而你,还是那个蓝湛,我们不一样了,你走吧。 魏无羡捂住了脸,时生痛哭起来,年华老去,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自然规律。 可是,她的蓝湛,为什么一点也不老呢? 蓝湛不老,她不但高兴不起来,反成为击碎她内心的重锤。 天哪,谁都想长生不老青春依旧,可是,你怎么可以让一双相爱地办理一个老去? 一个还年轻着,惩罚,真的是要惩罚我们吗? 本想用酒来麻醉自己。 然而自古酒入惆怅,化作相思泪,魏无羡一大口一大口地喝着酒。 此时的她不是酿师,不是在瓶酒。 她是一个酗酒者,她只想用酒来缓解她心头的痛。 然而事与愿违,一大瓶酒下毒之后,再来一瓶酒依旧解决不了她心头撕裂般的痛。 海风裹夹着海浪冲上海滩,那狂笑的声音正如魏无羡的内心,在鲜灰色的海面上撕扯着。 她的泪在海风中冷去,双眼已看不清眼前的一切。 她,无所畏惧的魏无羡,倒在了沙滩上,酒瓶里的酒倒了出来,瞬间,没入了沙里。 苏州那边,蓝忘机买了直飞法国的机票。 无论如何,无论她在哪里,她都必须把她找回来。 她和魏无羡是二命一体,如果魏无羡不在了,她蓝忘机醒来就没有任何的意义。 如果魏无羡能舍她而去,那她又何必与天军抗争蹉跎十六年? 魏英啊魏英,你怎么可以不告而别? 有什么话不能说,要以这种决绝的姿势离开。 当蓝忘机站在江丰眠面前的时候,江丰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 眼前的蓝忘机跟十六年前根本没有什么不一样。 不,有不一样,那就是脸上的光彩好像比当年更亮。 更好看,这是怎么回事? 江叔叔,魏英有没有消息? 蓝忘机问,忘机,你先不要着急。 无羡还没有消息,但查不到她离开法国的信息,所以不用担心,一定会把她找出来的。 这无羡从小调皮总是出人意料。 但这次走得真是太没交代了,这么多年她都撑过来了,怎么突然就走掉呢? 江丰眠觉得太不可思议了,这不是魏无羡会做的事。 蓝忘机低着头不语,魏无羡对她的深情众所周知。 当再从江丰眠口中,再次听到她十六年来的坚守。 蓝忘机心头的甜与痛,都同时泛滥成灾。 魏英果然不负于我。 魏英,你在哪里? 你给我回来。 于子渊突然插进了一句话。 这个魏无羡,从小没爹没妈的,现在都一大把年纪的了。 还有一出没一出的,总没个消停。 哎,蓝忘机猛地抬起了头,看了看于子渊,又看了看江丰眠,说江叔叔,于姨,我去普罗旺斯一趟。 江丰眠眼睛一亮,重重点了一下头,随时跟我联系。 一刻野法停留,蓝忘机舒适了一下东西直奔机场,前往普罗旺斯。